觸筒就觸筒 還自己噴觸 我就是最愛搞這種 誰會承認自己100%啊 爆炸 哎呀 應該相信面向 可惡耶 你要逼死我嗎 我認識這樣的人呢 想法都很特別 所以我猜他應該是你 因為他很特 喔 真的嗎 真的耶 不要一直挑釁我 各位同學歡迎來到村里看相的 哇今天呢 非常感謝這個 畢根陽光廣場 原因是因為下大雨 然後我們在馮甲附近 很難找一個地方 感謝他願意讓我們 可以在村里來看相 所以大家如果到馮甲商圈來的話 可以來這邊逛逛喔 今天廣場上還有人在表演 所以有這個躍身加持啊 今天的題目在這裡 好緊張喔 從面向猜你是不是觸筒 有幾分醋 不是 醋筒就醋筒 還幾分醋 我就是最愛搞這種的 大醋筒是100% 偶爾是50% 看這個看起來有點衰 我覺得 這個佛系是0% 不吃醋 對 就是隨緣 好我先分享我覺得 醋筒怎麼樣的人比較吃醋 首先第一個 眉毛離眼睛越近的人喔 性格越糾結 而且越著急 第二個是我覺得如果 顴骨很開的人 比較喜歡管別人嘛 第三個呢 我認為下巴窄的人 比較糟 比較會吃醋 如果下巴比較短的人 沒有安全感會吃醋 然後如果眼神很慌 我覺得應該也會 好了 我們開始吧 富貴之人的面向第一位 你看他額頭有沒有 可以放 兩隻手 看起來 五根手指頭 我覺得應該是有啦 然後呢 他兩邊沒有什麼髮腳 你看很直喔 這種就是富貴之人的 所以貴相的一種 然後再往下來看 他的下巴也是很方的 所以整體來看 光是這兩個點 知道這個人 不簡單 富貴之人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要猜這個富貴之人 是不是 會吃醋 一般來說我覺得 富貴之人不太容易吃醋 因為他們比較 有自信 比較隨緣 但是呢 眼睛很浪漫的 雙眼皮 眼神帶著水光 可是他看起來不佛系 老師他都沒表情耶 對 不要一直挑釁我 我覺得是偏五十趴 好我看打野三二一 五十趴 好的開始 好的開始 嚇出一聲熱汗 好熱喔 怎麼樣 屬於平常一點點吃醋 很少啦 但不是不會沒有 不是不會 內心還是有幹意 當然會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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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會消化掉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爸做什麼好不好 你額頭這麼厲害 從農夫變公務員 農夫變公務員 階級翻轉 算是 從地主變公務員 小農夫還不到地主 還不到地主 很厲害 你看這個額頭 官櫃的額頭很厲害 第二位同學 這個是 副相 剛剛那個是 跪相 他的這個 眼睛喔 上眼瞼非常飽滿 顴骨也非常飽滿 然後呢 下巴這邊 多一塊骨頭突出來 所以這種呢 屬於副相 可是他的面相看起來 就是眉毛的 眉頭喔 這個 毛比較硬 所以這個人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 還滿和善 內心小劇場很多 比較糾結 所以呢 我覺得整體來看 鼻頭又有一顆痣 情緒非常敏感 所以綜合下來 我覺得應該屬於很會吃醋的 他內心應該是 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會大賭籃 不是小賭籃 可是他應該不敢表現出來 所以呢 我想想覺得 好我們現在call in call in各位怎樣 沒有人call in 可是他額頭很拱 你把你的頭髮撩起來 唉唷 額頭這麼拱 所以我覺得 雖然看起來是100% 但是 再扣一點應該是 沒有80 是不是50 沒有80的選項 你有逼死我嗎 好我先考慮 我猜50% 好3 2 1 看答案 登登 耶 對 怎麼說 你是怎麼樣的情況 看到然後但是就分在心裡這樣 我幹在心裡 對 所以是50% 沒有幹出來 對 這個同學呢 看起來就是 手口如瓶 嘴巴閉得很緊 對啊 這一種 你做什麼工作的 業務 業務喔 你嘴巴閉得這麼緊的業務 是賣什麼東西 軍火嗎 不是 不是 我賣衣材 喔醫生的秘密很多 對不對 要手口如瓶 好我們來看他的這個面相 他是屬於 眉毛很濃耶 你這應該不是畫的嗎 有畫 但是也有眉毛 本來就比較黑一點 性格非常之強硬 有點法令紋 這個有些規則感 不容易妥協 這個面相看起來 額頭很拱 容易覺得另外一半很笨 所以這有點難 如果額頭低一點 我就猜100% 但他會不會很自信到 他覺得 就滾 他可能是0% 拚一下 我覺得他屬於 比較有自信的 應該是屬於0%那種 看答案 3 2 1 50% 我決定全部都在半糖 是怎麼樣講一下 我覺得要看事情 事情會發生一定會有原因 所以要看那個原因是什麼 再決定要不要吃醋 兩種原因 一個他忍不住 他不愛你 哪一個是50% 他忍不住 他忍不住是50% 那他不愛你呢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那他走了 對啊 所以小孩是有原諒機制的 可是 想想你沒有 小結一下 今天的結論就是 沒有結論 其實我覺得關鍵還是 這就跟全糖半糖無糖一樣 就選半糖就對了 這我就覺得不會有100% 真的 誰會承認自己100%啊 再來是 眼睛大 額頭拱的人 基本上就會卡在50%的階段 因為額頭一拱 這個人就覺得自己 不會是100% 比較傲嬌一點 比較不容易承認說 我就是來吃醋啊 不會他會覺得 我們要動腦子 好好講 所以我覺得額頭拱是一個關鍵 看到額頭一拱 先扣分 從100%開始扣到50% 好不好 如果整個面相看起來 就是傻嬌傻嬌的 就扣到0 好不好 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同學是 面相很特別喔 就是你的面相 顴骨很大 然後鼻子很高 印堂很寬 有點拱 眼睛很秀 嘴巴也不大 這個面相很厲害 這個是 這是生櫃子的面相喔 老師 這個我要講 我一直不喜歡小孩 不喜歡小孩 然後最近我們 就是要裝潢 我就問風水老師 對 老師已經看到主臥了 你覺得我要生小孩嗎 他要看一下我那個 生成啊什麼的 跟我先生的 就說 你跟你小孩緣分很生 你的小孩會很有錢 我立刻生 對 你的面相就是 講公媽媽的面相 好 生了 面相還是屬於蠻厲害的 好 但是這個呢 會不會吃醋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類似 顴骨很開 所以這個人應該是 管非常多 但是嘴巴偏小 所以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呢 他額頭很拱 蠻有自信的這個人 50% 相信數據 確定嗎 剛剛這樣講的 就是這個答案 相信50% 3 2 1 100% 爆炸 說說你的故事 蔡先生 你要是敢出軌 你就死定了 你就下地獄 有小孩也一樣 先來看到這個同學 這個面相跟氣質 就是很優秀啊 不是普通人 這不是普通人 整體的人生 就是一定會有成就的那種 看起來像外商公司的 這種主管之類的 對 這個面相真的很不錯 這個氣質很重要 眉毛也不算太近 顴骨也不算太開 所以應該不是屬於 控制狂這類的 但是他耳朵是沒有耳骨的 沒有裡面這一段耳骨沒有 這種就專業人才 對 屬於這個在 例如說什麼科技業設計業 都會蠻有發展 專業能力很強 但這樣的人會不會吃醋呢 我認識這樣的人呢 想法都很特別 所以我猜他 應該是零 因為他很特別 喔 真的嗎 哎呀 好緊張喔 哎呀 真的嗎 哎呀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100 因為他們很特別 可是呢 我覺得基於這個 上次猜糖的結果 我還是想猜58 我猜58 真的嗎 對 3 2 1 被騙了 應該相信算命的 哎呀 換屁問喔 都猜對了 所以你是完全不吃醋 沒有人在拚事業啊 所以就覺得有緣在一起就在一起 但如果沒有就算了 我發現今天抽到的人額頭都很狗 對 真的 這種額頭就是 官櫃喔 不然做什麼 未來都會當大官喔 對 當公務員會變大官 上班也會變大官喔 超級額頭 超級額頭 但是這種額頭呢 就是比較自信一點 在愛情上就 容易大齡單身 所以綜合看起來 他的病毛又很長 眉毛看起來也是屬於濃亂類型 性格十分之強硬 鼻頭很挺 下巴不算長 我覺得他應該不屬於忍耐力很強的人 一個憤怒應該就會 直接爆炸 我覺得是50 3 2 1 看答案 是0A啊 不要再爆了 不要 因為其實我 母胎單身 所以我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 這個不能這樣講 母胎單身的同學 下一次不能參加 你自己覺得不吃醋 跟真的不醋是兩件事好不好 覺得我脾氣蠻好的啊 你很兇的 你為什麼一直母胎單身 是不是覺得其他很笨 好像有一點 那你還0% 我覺得這個 大頭弟很可愛 就是 這理由真的太爛了 這還好沒選中 好啦 你這個額頭真的就是 屬於容易母胎單身 要找額頭更高的男生 但是難度有點高 現場我來看一下 沒救了 現場看是什麼感覺 很棒啊 有比較歡樂嗎 有 真的假的 螢幕裡面沒有那麼歡樂嗎 螢幕裡面更歡樂 因為我們 吹著冷氣看 下次要被冷氣知道嗎 說 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怎麼樣 就有冷氣可以吹是不是 加入會員就有現場看的福利啦 下一次我們會被冷氣好不好 努力一下 你看這個面相就怕熱的面相 大家看一下 定起來 這個同學的面相很厲害喔 這個沒有什麼毛髮 這個叫清格喔 清格 這個人呢 對似乎的判斷呢 有很強的一個策略性 跟精準性 但是呢 他的眼神呢 非常的魅 所以屬於一個桃花的眼神 他的面相其實整個如果不看眼睛喔 我覺得是0% 但是看了眼睛之後不一樣喔 他這個寒情默默喔 你看這是三四層眼皮喔 屬於標準桃花節啊 桃花節的面相啊 所以我覺得不容易放過喔 但在這個場合一樣喔 真的會說自己是100%嗎 我覺得是50% 好看答案 321 0% 你不吃醋嗎 真的假的 是母菜單身 對 母菜單身的同學 請問後面好不好 那為什麼單身 可能社交圈太小 社交圈太小 對 你有喜歡你的人 你不喜歡 是嗎 對 你看嘛 對不對 還說0% 哪裡佛系 對不對 那你有曖昧過嗎 曖昧 感覺應該是沒有 沒有曖昧過 所以他喜歡你不喜歡他就叫他滾 這樣子 那你喜歡的咧 喜歡的啊 默默看著他 對 那看到他跟別人在一起呢 這到還沒有 這到還沒 你喜歡的也母菜單身 是剛剛那個女生嗎 我看了這麼多吃醋面相之後 我已經有個心得了 我發現有一種人呢 一定是很佛系的 什麼樣的面相 訂閱 減少年的面相 快訂閱起來 訂閱起來什麼 功德無量 包你每天開開心心 不用吃醋 訂閱起來喔 母菜單身嗎 不是 先問這個問題 結婚了 結婚了 結婚這個就很有參考價值了 他的面相屬於有一點點三角額頭 眉毛也屬於你眼睛很近喔 但是耳垂很大耶 所以你急躁歸急躁 還是可以放下來 下巴長痘比較多 情緒困擾有點多 所以綜合下來 你面相這麼急躁 情緒這麼滿 會不會是100% 可是結婚以後 通常不是都 50% 好猜50% 相信數據 3 2 1 看答案 50%你看 你是怎麼樣 等一下 怎麼樣 100% 你是100% 你兩個50% 這個空歡喜會不會來得太嚴重 所以是100% 對 真的假的你超會吃醋是不是 我就是看到 他訊息裡面可能不認識的異性 就會一直想要知道說 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應該相信面相 可惡耶 拍一首就對了 很好 我覺得那個廣場的薩克斯峰老師是非常good out的 他很厲害耶 對 我這樣講 他吹到現在還在吹 但他這個吹應該是比我講話辛苦啦 因為吹那個很硬耶 真的要吹出聲音 要吹這麼響亮 對很厲害 好啦我們總結一下 愛吃醋面相有幾個 首先跟我們前面判斷的 我覺得差不多 就是屬於眉毛很濃的 很黑的 然後 顴骨很大的 法令紋很深的 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吃醋 或是眼神比較凶惡的 都是屬於容易百分之百吃醋的 如果眼皮越多層 情緒越敏感 這就容易越吃醋 好 所以大家記好這幾個是 吃醋的面相 那比較不容易吃醋的是什麼呢 母胎單身的 好不好 都覺得自己0%嘛 覺得自己0%很厲害 不會 對不對 第二種就是他臉很乾淨 你看臉的這個 整個臉沒有什麼毛髮 然後眉毛很淡 對整個看起來很冷靜的這種 一般來說就容易是0%放生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支持春禮看相 如果你有朋友很喜歡吃醋 也可以把他的故事留在底下跟我們分享 最好加上他的面相風格喔 謝謝大家 春禮看相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 謝謝 甜點店 都女生啊 糟了 會花去 但是你 所以我建議你找那種 比較老實的男生 老實的面相是什麼 你35歲開始喔 會多到不行 不知道從何選起 我覺得你需要那種 真的很聰明的女生 所以有一種面相的人 比較容易就是他 加入會員吧 好濕的開車 等一下開始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我們被驅離了 我們被驅離了 這是在哪裏 我們被驅離了 ese角色裡